今天亚运会官方用车交车仪式在杭州举行 2000多辆亚运会 亚残运会官方服务车辆交付投入使用 为赛会出行提供保障服务 现场亚运服务车辆车型丰富多元 各类车型适用于多个场景 是目前亚运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服务车队 所有亚运会官方指定用车均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汽车 以航天科技赋能智慧亚运 通过卫星联动亚运交通指挥中心大屏系统 对亚运服务用车实现高精度定位 让每一辆亚运官方指定用车的位置信息都可以实时 准确地显示在地图上 从而实现车辆的精准管理与调度 为亚运出行全程保驾护航 部分指定用车还将在亚运村到杭州奥体中心的亚运核心区域内 实现全路段智能驾驶接拨体验服务 体现智能亚运的办赛理念 据了解 杭州亚运会期间 这些车辆将在火炬传递 赛场 亚运村接驳等多个场景下穿梭 根据不同的车型为来自各国的嘉宾 运动员 教练员 技术人员 官员 提供绿色智能的亚运出行体验 就是这个人家的不必要 我们应该都不知道